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很多出入口 一开始我还有点晕 总是找不到房间 在这里住了五天 把每个出入口都搞清楚之后 感觉这个木结构的楼很有特色 这个建筑共有两层 一楼靠近壁炉的区域 有会客聊天步道的功能 还有一架钢琴放在窗边 我们的教母 美国老太太Doris 有时候会记性地弹奏几首曲子 壁炉的对面是餐厅和厨房 餐厅的木墙上贴着很多三角旗 都是来这里组织活动的大学生自己的对齐 厨师只有两名看似专业的 其他的都是来这里做义工的学生 每天两顿饭都是他们为我们服务 有时他们人手不够 我们也加入服务行业 洗碗 二楼 是我们住的地方 可以拆分的学生床 床上铺着quilt 一种美国家庭主妇手工制作的花床蛋 既整洁又温馨 男女关系间分别在楼道两端 这里本是供大学生用的营地 所以我们这种携家带口的人住宿稍有不便 但是一切都好解决 每个家庭一个房间就搞定了 Cedar Campus 水松营地 位于修伦湖边的普伦地斯湾 属于密歇根州的上半岛 它的创始人是赫伯特泰勒 赫伯特泰勒是Sivitas的创始人 也曾经是美国芝加哥福伦协会的主席 他很年轻的时候就看中了这片土地 花了16年的时间 一点一点的把这个湖湾建成了现在的样子 他的基督教信仰和经营理念 在这个营地达到了完美的融合 现在这个营地是基督教肖继联盟之一 他主要服务于个人活动 家庭活动和大学生社团活动 暑期夏丽营等等 这里以前是个伐木场 没有公路的时候 只有在河流解冻后 才能够钻凯撒的木头送出去 Cedar Campus营地建于1954年 营地里设施因应俱全 除了我们住的那一栋 漂亮的多功能木屋 旁边还有活动室和图书馆 再远一点 还有洗衣房和供冬天桑拿用的木屋 篮球场 排球场 湖边的港湾 停靠着独木舟和帆船 游艇等等 在那儿停留的几天里 我们第一次划了独木舟 也趁着夜色坐游艇去没有灯光的湖面看星星 既健康又浪漫 沙滩边还有小孩子挖沙的玩具和秋千 虽然离湖湾很近 但我们住的那所木屋旁边还有一个露天泳池 因为是五月 天气还有点冷 并没有开放 有时晚饭后会飞来几家大宴 由燕爸爸带领着十几只小燕 燕妈妈断后 一家其乐融融的在水池边吃晚饭 我们就躲在大玻璃窗后偷窥这些浪漫的小家庭 因为营地面积很大 里面有很多专供徒步的小镜 也可以借一辆自行车游览营地 总之在这个营地不会无聊 有一天 我们幸运地看到了彩虹 射大的半圆彩色光运横跨在宽阔的湖面上 记得我们上一次看到这样完整的彩虹 还是在马曲黄河那广袤的草原上 我还发现 无论在哪个国家看到彩虹都代表着幸运 更何况 那天的彩虹还是双道的 看过彩虹又迎来了晚霞 站在湖湾的战潮上 落日余晖将水天拧成一色 若不是微风泛起湖舌的涟漪 几乎感觉自己要飞上天了 感谢收看我的频道 欢迎订阅 点赞 评论 转发 请持续关注 之后会有更多视频不定期推出